来 卷子 烫着没有啊 妈 我没事 奶瓶碎了 没事 没事 没烫着比啥都好 回头咱得想办法啊 你干啥晚上大半夜的 把个暖水瓶还给打碎了 你还能不能干点啥呀 你咋干啥 啥不行 吃啥 啥不剩呢 整个小死海崽子 大半夜的忘死豪 他在这哭 金宝就跟着一块哭 我那儿子都快哭抽了 你赶紧的 想点办法啊 我就带着小小离开了 让你再也见不到我 我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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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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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姐决定要和笑笑担贯 那我看 咱们就把家分了吧 分啥家呀 分家 担贯可以 分家我不同意啊 门都没有 何欠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啊 我啥意思我不说清楚了吗 妈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咱们是老杜家一家人 她是个姑娘 亲家 你说按理说 你们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可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亲家 你也别喜外 有话就直接说 亲家母啊 这按理说 这姑娘就是泼出去的水 那她出生起 那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那有一半都不是奔家人了 你说我活这么大岁数 还没听说过 这姑娘跟兄弟分家产的 亲家母啊 你说你说的这番话 那是啥意思 哎呀妈呀 你是真糊涂啊 我这话啥意思你听不明白 妈 我不要家产 我就想带着笑容出去当过 你们分家分家以后再 一天洋八二症的你再卡跟头 行 我看行 我和你姐算一股 这个家这么分总算行了吧 不行 不行 我和你儿子还准备给你养老送终呢 你说我老婆过我们得孝顺你 你不能分 他也不能分 何欠呐 那你说 我到底咋的行啊 我想咋的我不说清楚了吗 还没听明白啊 行了行了行了 那个明儿再商量 那有的事时间 那还非得今天解决呀 那欠男春把孩子吓的 你赶紧把孩子上新屋去 快点 把孩子吓的一看真是 走 不愿意 这死孩子 你这让我省错都没有 来来来 来 你看你跟孩子这什么气 妈 你也是的 你怎么不让我回娘去呢 你傻呀 就刚才那真是 你要是真回去了 那杜冰肯定不会接你的 你听妈的 那既然杜娟已经提出药单过了 你就好好守着 我就不信 她就那么没脸没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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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爭吩咐 我 gates 你延長 你不用老天爺懲罰 我就能懲罰 妈 咱还没睡 你还睡不着 今天我可哭了小小的孩子 你说他何钱呢 他也是做过母亲的人 咱又这么瞎得去瘦了 哄哄哄别光做啊 你来哄哄 这话是我的罗魂 要你当妈的干啥 祖宗别哭了啊 不哭啊 我求你了 你妈求你了 你别哭了行不行 妈求你了 你说你轻点 你屎那么大劲 更哭啊 娟子 又好呢 又好了 买烫就快好了 娟子 烫着没有啊 妈 我没事 奶瓶碎了 没事没事 没烫着比啥都好 回头咱得想办法啊 你干啥晚上大半夜的 把个暖水瓶还给打碎了 你还能不能干点啥呀 你咋干啥 啥不行 吃啥 啥不剩呢 整个小死海崽子 大半夜的忘死豪 他在这哭 金宝就跟着一块哭 我那儿子都快哭抽了 你赶紧的 想点办法啊 eh 木头咐 我看你 1 6 x2 2 1 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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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 3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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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离远点 還有 啊 小時候過來啊 過來 乖乖乖乖 乖乖乖 我 朱儿 你干啥呢 二嫂 对不住了 孩子吵着你了 吵着啥呀 怎么黑灯下火的 一个人在这儿溜达呀 孩子老哭 不知道问啥 总是不睡觉 我看看来 你拿点 别哭了 别哭了 来 给我拿着点 行 不哭了 得了得了得不哭了 得了呼喽呼喽 头下不着 啼啼耳 下一会儿 宝贝儿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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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睡着了 二嫂 你可真神了 神啥呀 养孩子多了 就业经验了 今儿冷了 抱着孩子回去吧 不行 好 来 来 来来来 慢着点 给孩子盖着点 别照着眼睛 好喽 好喽 好了吧 好喽 好了 回去我给你照着点 别摔倒喽 走了 回去吧 谢谢 小心点 居然在 孩子睡着了 睡着了 是二嫂给我们睡的 快给我 快给我 真行啊 今晚咱俩呀 可以睡个小点觉了 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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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咋哭了 这孩子脸咋这么红啊 妈呀 发烧了 早这么烫呢 快去医院吧 都是你家这个小崽子 昨天晚上一宿作的 这金宝要睡个三长两短 你等着他 你等着他啊 你等着你看我 行了 赶紧去医院吧 赶紧抱着 杨姥姥 杨姥姥 好 好了好了 快 你等着他啊 回来跟着酸酸 走 杨姥姥 杨姥 你这手相好啊 你懂事啊 你看 你这 逃花命啊你是 逃花命啊 逃花命啊 是不是 咱俩要是今年结婚 对不起好多特别大 干什么了 坤姐 下来了 孩子发烧了 来来来来 慢点啊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烧得挺挺厉害的 啊 行行行 干什么咋回事 那个那个 带姐夫姐夫出去等 行 姐姐姐姐姐夫 咱先出来吧快 那行麻烦你啊 给好好看看啊 好 咋样呢小高 没事 睡着了 孩子到底什么病啊 就是感冒发烧 没什么事 那 他这么持续地烧下去 能不能烧上肺炎呢 不会 你看这孩子 现在也不咳嗽 我一会儿啊 给他开点药 你回去拿那个凉水 用毛巾给他头头 敷敷脑袋 没事 好 对了 孩子要是不咳嗽的话 有没有可能 烧上脑膜炎呢 哎呀 那高都说了感冒嘛 让你长得这么隐习 那怎么的 孩子不是你亲生的 孩子有病 你不跟着着急上火呀 你不心疼啊 哎呀 行了姐 那大高不都说了吗 没啥大事 我告诉你 孩子有病 和你姐姐有直接关系 都是因为你姐 都是因为你姐 白天让孩子进水 晚上不让孩子睡觉 是不是她造成的 那你 让我姐她们还一宿没睡 睡好觉呢 她们有病了吗 她们发烧了吗 她们生病了吗 行了 没完没了呢 孩子生病都不知道 还有闲心在这扮嘴 对 你要实在不放心啊 我给孩子打个调平 这样好得快点 不 不 好好好 用 用啥呀 怎么不用呢 小孩得病 弄那么大动静 干啥呀 不是咋的 这个孩子是我自己带来的 和你们有关系啊 你是不是孩子亲爹呀你 不 这跟这有啥关系啊 孩子有病 你不着急不上我 是不是 不 你说这啥意思呀 啥啥意思啊 小男孩你弄那么娇贵 干啥呀 不行 听我的 现在就给孩子调平 调 高 高 听姐夫的 不听他的 杜磕巴 你干什么呀 你非得跟我较真了 对 我是为孩子好 你干啥干啥去 给孩子调平 你个杜磕巴 有没有招儿把他磕巴给他治一治 有没有招儿把他磕巴给他治一治